老家梅子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就是关于一个一家五口的华裔家庭 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呢 妻子37岁 我刚刚才把这个文章简单的看了一遍 得了肺腺癌 然后在2023年的9月 发现这个病之后 在2023年的11到12月就去世了 然后这位家庭的男主人 也就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就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 叫我妻之死 其实就是讲了他整个看病和发现得癌 和加拿大治疗的这样的一些经历 他们是生活在加拿大的曼省 那在之前呢 他是在他的妻子是应该是国内的这个高材生 到了美国读书以后 一直研究生没有毕业 然后拿到H1B工签呢 他也没有在美国待 就直接回国了 我想可能那个时候 因为他的爱人和孩子应该都都在国内 所以就放弃了美国的H1B签证 直接回国 回国以后发现还是需要出来 所以这样就又去到了加拿大的曼省 应该是通过读书或者是工作的方式 最后拿到加拿大的枫叶卡 那么那他们既然是加拿大的PR或者是公民 他们自然会享有加拿大的这个免 就是这个免费医疗的这个体系 也就是说我们的医生 看我们的有免费的家庭医生全家 然后再一个如果是去医院治疗 那么那么在在我的这个正常的 我的社保相当于叫社保吧 对吧 公立医疗的这个范围内能够报销的药品 那么那么都是免费的免费的 那么就是这两点 好 那他讲我妻之死 无非一表达妻子从本来存在 结果去世了 这么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的整个经历 那么也折射出 在在因为他有两次看病的经历 第一次是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然后没有发现有癌症 然后再一次是去做了一个面部下额的手术 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手术 那么也没有发现有癌 然后呢 他是就去做了一个复科的一个什么检查 然后就查了这个癌方面的一个指标 就发现有30%的可能性是癌症 是癌症 好 那么那么最后我才看到这个 他的癌症叫肺腺癌 因为我在2013年 2013年14年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是跟团去的 然后呢 我们跟团的这个导游 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单身大龄女青年 然后因为我在去美国的这个过程中 因为是自驾游 我们当时是去洛杉矶 旧金山 黄石公园 那等等这些地方 有些景点我没有去 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开始 就是过敏 过敏 过敏就是我的脸上像树皮一样 就像案发 就像那个案发现场一样 大腿也全部都很痒 肿了一样 然后脸就像一个树皮一样 然后去了急诊医院 这个因为我们一起就是整个这个车队是有应该有十几个人 然后这个导游他有没有陪我我不太记得 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也有那么有也有也有第一次认识对吧 然后他带队起码有一个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当我们从美国离开以后回到回到武汉 然后之后就有人跟我讲说他说他得了癌症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惊讶 然后我自己呢 因为我不避讳这个 他已经在医院里我知道是一线癌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 其实我跟他关系非常的一般 然后我就过去看他了 他是在同济医院 然后我给了他500块钱红包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临终关怀吧 比如说这个人他应该是很确定的 就是根本没有回天之力 因为我又查了一下疑腺癌 他是来的非常的凶猛 发现得了这个病你可能很快 基本上是没有治疗的方案 那肯定就是死 所以但是我还是说把红包给他 我说祝你早日康复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临终关怀吧 所以这个人他读的是肺腺癌 只要和一线有关的我认为应该都是比较快 所以在他这个文章中他提到的前面的几点 没有发现癌这个也不能怪医生 因为有些癌他来的就是很迅速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对不对 只要他没有被激活 那他就是一辈子就是跟我们相安无事 但是一旦被激活有些癌细胞 他就会比较就像这种跟一线有关的 因为我毕竟有了解过 好这是关于医生方面 我没有认为有什么问题 当然里面有一个地方出错 就是发现癌症以后 好像给他用的一个靶像药是错了 对吧 因为公立医院 怎么说呢 对吧 医疗 这个也够不上医疗事故 然后在医疗这个里面 医生最后发现这个癌症的这样种种的处理结果以后 就建议那叫什么 叫叫那叫 就是平就是 那叫什么呢 就是临终关怀也好 就是让他在 因为已经知道结果了 那么就不要再耽误这个时间 因为根本没有回天之力 所以那还不如不要去让加速 病人的痛苦 对吧 让他 你该 你该 那我 当然我也不能粗鲁的跟你讲 我肯定是要跟你当事人讲 说那你要 你接不接受这个 你接受 好 那我们就按这个来操作 因为 也许啊 大家都会认为 是吧 我们在让这个死的这个过程上 你为什么有安乐死呢 对不对 那就是希望 希望 在临死之前 让自己 对吧 已经很痛 已经我都要死了 那还不如 知道这个结果 那还不如让这个事情来的舒缓一些 安详一些 对吧 所以我觉得医生这块也没有错 因为这个结果是确定的 100%确定 就是你回到 回到美国 你就去美国去 去中国 这个跟一线有关的癌症 我认为都是基本上治不好的 其他的癌 你比如说像乳腺癌呀 或者别的癌 可能就是说这个 存活率都会高得多 高得多 你比如说像乳腺癌 你把它切了 有些把它切了 那么五年的这样一个保守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康复期 观察期 后面 只要没得病 那么就 就基本 小心翼翼的 那么也能 活得长久 所以 我身边也有好几个得乳腺癌的朋友 对吧 所以这里面也说了 这个他的妻子 非常的要强 国内很优秀 到了美国读研究生 半天避不了业 然后呢 在加拿大的生活 可能也是压力比较大 对吧 然后 所以 有这样的一些 身体上的一些 潜在的一些问题 其实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们说去怪 加拿大的这个公立医院 的这个公立医疗 其实是 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 因为 他也不是对他是这样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所以 我们能主动做什么呢 假设真的得了 跟一线有关的癌症 我们能做什么呢 对吧 我们只能 束手待命 等待上帝把我们收走 因为 确实好像 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 唯一 对吧 给后代留点钱 那么让我的治疗 更加的 舒适一些 那我就应该要去买 中级保险 要去买 人寿保险 这样的话 我的生命有价值 因为 无论怎么样 我们最终都会去见上帝 只是或早或晚 所以我一直提上大家 要 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生活 我们拿了加拿大的PR 或者是公民 对吧 那我们就要把加拿大的 本地的这种商业保险 要配备上 加拿大的 中级保险 加拿大的人寿保险 那么这里面呢 也有些就很便宜 费用很低 就是说 它的这个term 是十年期的 就相当于 我只保十年 那么 那 一天的保 一个月的保费 就只要 四十多 五十多加币 那就非常划算 像这种人寿险 四十多 五十多加币 然后能够 身价 保一百万 我觉得非常合适啊 然后到期 你也可以选择续保 或者是重新再保 至少能保到六十 六十五岁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当然你也可以买这种长期险 这样的话可以保终生 也是非常不错 我自己个人就是肯定买了 买了这个寿险 也买了重级 重级买的不多 但寿险 因为反正重级和寿险 它都是和年龄相关的 当然我们能买多少一个保额 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支出能力 就是我们的一个可承受能力而言 对吧 你是买十万美金的重级 二十万美金 还是六十万美金的重级 对吧 这个是可以实现全球医疗 我可以去美国最好的医院看病 那么再一个就是人寿保险 有五十万美金的人寿保险 有五十万加币的 也有一百万加币的 对吧 我刚刚讲的 四十多岁的话 我每个月只用付四十 四十多加币 那么就可以 整个下来 我一年下来 就是我随时 每一天我就有一百万 我如果生雇了 我就有一百万加币的 这样一个保费 保理赔金 那可以给到自己的子女 对不对 那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保险它一定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去抨击 说这个人他死亡 就加拿大的医疗就很好 不是这样的 是任何机制 它都没有完美的 而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得到什么 我们得到了没有 那在得到的基础上 对吧 我们还要去做一些补充 比如说像 在医疗保障方面 我明知道他的功力教育 现在人这么多的来 他本身他的这个医疗资源 就非常有限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做什么 那我肯定要配备一些 附加的商业保险 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去私立医院看病 我可以去美国看病 对吧 然后这就是人寿保险 那也是要配备的呀 对吧 我在哪里看病 我还可以回国呀 对不对 我国内的医疗 就是保险是可以买N个保险的 然后我在国内看病 我也可以回国看病呢 如果你觉得国内的保险 就是国内看病方便 对吧 照顾也方便 那我也可以选择回国看病 因为很多的这些重疾保险 它是保全球的三甲医院的 就是说国内是三甲 其他地方就是一些知名的医院 私立的公立的都保 这是重疾保险 然后人寿保险 无论是什么样的 我们出现任何意外 它都保 只要就保生雇 对不对 那我们最后都会生雇 所以这种保险 那就是值得的呀 那再一个就是人活多久 死不死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我们主动的防御之后 也非常的注意 但是它还是 还是对吧 找到就是它确定了 我们就那天就得挂 就得去见上帝 上帝喜欢我们 他就想让我们陪着他一起 那我们死亡也是有 我们的生命也是有价值的呀 对不对 所以我始终认为 重疾保险要买 然后人寿保险要买 就是无论生活在哪里 生活在中国 生活在加拿大 生活在哪里 这都要买 对不对 都要买 所以就是我们享受的这个体制 它的好的一个部分 那么就要接受它不好的 那么怎么去接受 不是是我们主动的 要去做一些 能够起到积极防御的事情 而不是明明知道它是这样 我就去接受以后 我也不去做一些 积极的防御 对我们整个家庭 对我个人 对我们整个家庭 有利的事情 所以在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 他们这个家庭买买买买买买买这些重疾的保险 总之而言 首先移线癌 它本身像这种类似的病 它就是发现 发现快 走得也快 就基本没救 所以我觉得医生的部分 也没有 没有什么很多的错 但是呢 这里面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加拿大的医疗 确实是 确实是家庭医生不足 然后他的公立医院 看病 那人少 然后看病速度也慢 你看个肚子痛 可能要搞几个小时 晚上去到半夜才回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吧 看个急诊 所以然后什么药都不会给你吃 他因为他不主张吃抗生素 他不会给你什么药 就这样的 并不是小气 就是不给药 因为抗生素 然后那么针对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其实特鲁多在去年已经拨付了2000个亿 应该是2000亿加币 到加拿大的所有省份 从2024年开始执行 其中安省得到的这个医疗的资源 是最多的 那其次就是BC 再就是魁北克 然后其他的省份 就基本上就是比较均分一下 这个医疗的这个钱 然后相当于是10年 2000亿 然后每个省分一些钱 你们去把你们的这个医疗体系 医疗的这个所需要配备的人员去加强 所以加拿大已经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肯定是需要时间 那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去等这个事情 对吧 我最讨厌等 那就主动要去买保险 然后有能力就去 美国 就是有能力就要买保险 然后有问题 那就去私利 公立不行的就去私利医院 私利不行我就去美国 对吧 美国不行还有国内 这么多的选择 那么一定要是给自己多的选择 当然如果你办的是难民 可能你就去不了美国 也去不了 也回不了中国 那就把路给堵死了 那就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关于第二点 那第三点 好像我基本上要讲的就是这些吧 就是说通过别人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发现一些真实的现状 包括如果是自己 应该要怎么去防范这些风险 这些主动风险 但是被动风险就完全没办法去避免的 比如说自己突然有一天得了一个癌 那你能治就治 那不能治第二 就听天由命 那要我们死也不得 是吧 均要成死 成也不得不死 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我哪天得了这个癌症 我会要我的家人写任何的公众号 我也不需要任何的联系 因为该死就死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本来就 我们自己人也没有完美 所以也不要去追求 希望美国 希望加拿大 全部都是完美的 但他们都不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选择其中的好的 接受好的也要接受差的 并且去主动去防御这些问题就好了 好吧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37岁的妈妈在天之灵 能够安息 然后也希望这个家庭 能够勇敢的生活下去 并且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未来积极的多赚钱 搞好身体 多赚钱 然后把孩子 好好的养大 也希望他们能够健康 平安 幸福的 即使妈妈在天之灵 也会保佑他们 希望他们健康 平安 幸福的 一直勇敢的 生活下去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